有一次我去完特會,被聖年充滿我,然後我躺在地上,覺得很舒服的感覺,從來這一生日都未感受過 然後有個天使,他帶我去到天堂的門口,然後去到門口的時候,我見到很多雲霧塵,我見到一道很大的金色的門 然後有個天使,他就站在門口,他拿著一本好像生命冊的,因為上來很多名字 然後門檻就很高,然後他就讓我進去,進去的時候,我見到很光,很白茫茫,裡面有很多歌聲,旋律很好聽 是從來沒聽過,在地上是從來沒聽過的,然後我見到很多小朋友走來走去,很多人 裡面很多人的那些面孔,找得很漂亮,很開心,他笑得很開心的,然後我見到,有些東西飛著飛著 是的,是的 那些是什麼來的,你知不知道 我想四目密,是的,然後後來我就開始見到,我就不斷走走走走進去,其實當中我見到很光,我想那個光,我又不能夠靠近去,應該是仇人 然後我便可以靠近去,然後我就看到,以後我可以靠近去,但我自己會想他們是信得住的 然後後來我就見到,我身族的爸爸,然後他走過來,我又走過去,然後,我又跟他有對話 之後第二個畫面,天使就說帶我去地雲去看看是怎樣 然後他帶我去那裡位置很黑的,背景很黑 他就跟我說叫我不要動的,不可以動的 我一刻都很害怕,我去拆一下影片,我看到一個很大的圓形的地方 我看下去是看不到底的 看到很多火,很多黑,很黑,很深層的 那一刻我自然到我很害怕,那種驚恐不懂得形容,很想窒息的感覺 然後聽到很多人在那裡喊,很煙霧靈漫,我不懂怎樣形容 然後回來,我就醒了 第二次,二牧師有一次幫我說,他叫我停,我再去天堂 在天堂門口,有一天天使,他拿著修圓策,他就跟我說 我是沒有時候,可以讓我進去,是讓我進去的 還有他跟我說,我去過天堂門的利用,我要選擇 就是自己都要選擇,叫做自己的道路 你覺得天使跟你說選擇,他叫你選擇什麼? 因為我想,神是入去美意,就是為何要讓我能夠 所以,這個景點可以去到天堂門的具體呢 我想可能神,重大邁送我,我們回來 神很想修圓我們的生命,但神亦都讓我們有自由去選擇 而這個選擇是很自由的,所以自己都要付這個責任 和去走那種路 你可否再形容一下,你說天使拖著你上天堂呢 他是怎樣拖著你上天堂呢 是很輕的,好像拖著我呢 我慢慢在那個雲層裏面飄上去 那種是很自然的感覺 要? 那種是很自然的感覺